中聯辦主任小明,張曉明一直有傳說他會在十九大之前 離開這個中聯辦的崗位,調回去北京,可能會做港澳辦之類,一直都 沒有調走的消息,似乎以張曉明和張德剛再加上梁振英三為一體的強硬路線 即使他調走,調去北京也好,會管香港政策,所以香港仍然沒有運行 你看到他在這個所謂回歸或主權移交20周年 有很多鋪天蓋地的回顧,訪問,小明今天就接受了張田字台的訪問 其實仍然是為他一手培育出來的梁振英的強硬路線服務 他就講話香港的太政治化,因為這樣的原因就令到這個23條立法不能夠實行 這個國家安全的法律不能夠立,也會發生很多這個所謂街頭的運動,抗爭 立即想起四個字,就叫做賊喊竹賊 什麼叫賊喊竹賊呢?無論是他 梁振英都是賊喊竹賊,因為呢 香港這個亂局,其實老實實都是一手搞出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香港有沒有他所說的什麼港獨 什麼問題呢?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一直都沒有的 直到梁振英對於這個學院 所謂香港民族論那些 我認為學生亂發了一封的見解 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都很大膽提議很多東西 小有戒事就放在他的施政報告那裡 於是港獨這個問題 然後才叫做出台,所以梁振英 就叫做港獨之父 是筆無道理的 梁振英的筆,我稍後再講 張曉明這番說話其實 裏面邏輯有非常多矛盾 我們看得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 你說 因為香港政治化所以就無法拿到23條 喂大哥 23條是什麼?23條是 即是說 立法禁止什麼?顛覆分裂 這個等等 這一類 全部都是跟政治有關的罪行 這些不是刑事罪行 什麼顛覆分裂 叛亂這些 全部都是 政治問題的罪行 當然你說如果他 真的要穿手實行的話 用武裝來做的話 當然是涉及刑事 但是如果你說 23條立法立不到 因為香港太政治化 我覺得這個 這是非常可笑的說法 因為 別人對你 立這個政治的法律 可能會以言入罪 以思想入罪 動輒可能會抄家 會被抓去坐牢 這一類這樣的罪行 其實是會 令到別人很擔心 所以別人反對的原因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你說太政治化 而令到23條立法立不到 那我就覺得 跟賊喊觸冊完全沒有分別 說到賊喊觸冊 其實我就替林鄭 越來越替他慘 大家還記得上個星期 林鄭 我一直都說過了 接受這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就是講這個港獨問題 是不是 他覺得 港獨只不過是一小撮人 完全不切實際 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 一些機會 一些 機會都沒有 這個主張能夠實現 零的機會等於零的 是一些 小部分人的想法 而 完全是未到這個思潮 未形成到思潮 這個階段 梁振英 就慌死 林鄭講完之後 似乎把調子要改變 第一時間就撲出來 去糾正他 他跟 張英明真是很合拍 和張德剛都很合拍 梁振英講什麼呢 他就說 港獨 跟台獨一樣 台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是台獨的 不過 有所謂有前奏 然後有邊調 於是就形成了一股力量 梁振英這番說法 其實跟張曉明的一番說法 是前後呼應的 也是要一腳踏死林鄭 這個所謂的溫和路線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他的前後呼應是很清楚的 邏輯就是這樣 他認定 香港有一股 港獨的思潮 有一股分裂 祖國的思潮 而這股分裂的思潮 是和中國其他的 獨立運動 是 行下一氣 例如和台獨 起碼和台獨 大家同一個臂子出氣 於是 絕對不能 調以輕心 就要用千方百計 賞方 賞方切法 將他消滅於 蒙芽狀態 於是用張曉明的說法 說23條立法 一定要做 要世在必行 於是 整條強硬路線 就是這樣 一環 構一環形式 整個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得到 無論是 梁振英 無論是張曉明 無論是張德剛 其實就是 這條路線的 主吹者 和執行者 問題就有一個例子 你說梁振英是港獨之父 這個我覺得 跳落黃河水都洗不掉 這種說法 但問題就是 我們在香港 有沒有被人 即是叫做 食著想呢 有班政治人物 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們的社會運動者 我們的立法會員 有沒有被人食著想呢 最近就有幾個議員 去這個台灣 就是台灣 其實就是 嚴格來說 他不是台灣立法院的 就是不要搞錯 那是中華民國立法院來的 是國會來的 他們 中華民國還在這裏 不過是在台灣 是國會來的 他們的國會底下 立法院底下 成立了台港 關注香港的 民主的台港連線 幾個議員跟他交流 於是就被 香港的溫土共食著想 說香港的議員 搞獨立 歐聯 歐聯 或者歐聯 這個台獨勢 這個很明顯 就是食著想 就是說 給梁振英有一個 或者這個強硬路線有一個 又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還不抓到你 勾勾把你打成台獨份子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印象就是真實 英文就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議員 我不是說 例如 民主黨的一些 老將那些老鬼 說你們完全受得不對 越過了這個中央的紅線 我就說 這個交流 是可以進行的 議會跟議會之間交流完全是可以進行的 不過 我覺得事前是需要 有多一點的解說 去振揚 事後也有多一點的解說 和澄清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變成一種印象 原來你這幫人 你知道的 時代力量 是台獨的 你看看梁振英的說法 梁振英的說法就是 以前國台辦一直都在說 台灣有顯性台獨 有隱性台獨 總之你 跟他不對 他就是台獨 會讓他這樣吃著想的話 我就覺得 在香港人那裏形成了印象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形成了這個印象 對於梁振英對於 張宇明來說 他覺得會抓到你 這一班 所謂自決派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 等於搞港獨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 是會構成很大的衝擊 這一點 在策略上 我期望 我們香港的議員 要想得很清楚 還有 不要太過衝動 要小心翌翌的行事 我不是說不可以交流 不過我剛才說 事前是需要醞釀和解說 事也需要解說和澄清 如果做得不夠的話 其實整件事我認為 比 現在的情況 更加嚴重 是會壞了 整件大事 我也是這樣說 千萬不要看輕 一定要謹慎行事